原警攔查一輛黑色轎車 車內開始發生騷動 一名男子打開車門 下車開始狂奔逃跑 民眾衝出來攔都攔不住 接著又有第二名男子 從車內逃了出來 這名逃不過的男子 就沒這麼幸運 加入圍捕的民眾出了一腳 逃跑男子一度差點慘衰 和原警彷彿彎起鬼抓人 男子仍不敵民眾和警察的圍捕 被壓制尚靠逮捕 警察該二人皆為失聯移工 全安京訓問候解送移民署 新竹專情隊 事發就在三號下午五點多 新竹新興路與泰安街口 原來車內包含駕駛六人都是移工 而落跑的兩人是失聯的逃逸移工 當天剛從工地下班 因為車輛行機可疑 遭到盤查才會拒檢逃逸 在台中環中東路三段 二號下午四點多 一群移工準備上車 見到原警盤查三名移工 同樣拔腿狂奔 兩名原警見撞緊追在後 過沒多久 逃逸移工再度被抓回來 見到盤查還是要規規配合 心存僥倖 想趁機逃亡 若失敗被逮到 實在很難堪 後修行李封路 這個已經不止不掉 死亡 劇人是在前ải